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开国际眼界 拓展品味视野 80天环游世界不稀奇 我们让你一刻看世界 欢迎收听一刻看世界 我是蔡慧月 今天的节目要来聊 一个这几年非常热门的话题 也是青少年最喜欢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度假打工了 很多年轻人在台湾 想要累积一点在国外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觉得说 在国内薪水不高 那不如我出去外面走一走 还可以赚钱 所以就会想说 趁着年轻的时候 我利用这个机会到国外去 不但可以玩还可以赚钱 所以青年度假打工越来越盛行了 但是大家不知道 青年度假打工的背后 有外交部花了多少的努力 让大家有机会能够出去 而出去不管是出去前 或是出去之后 都有一些这个问题 一些准备你是要事先规划的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特别邀请到 外交部公众外交协调会 副执行长 也是外交部的副发言人 李献章 李献人来到节目当中 副执行长您好 是主持人您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也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是谢谢这个副执行长 这个刚刚我们讲到是度假打工 是现在年轻人 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不管你在台湾有没有工作经验 这个好像工作过一段时间 大家趁着这个 30岁或是35岁之前 如果能够出去这一年两年 有一个这样子度假打工的经验 感觉在未来求职路上 台湾的求职路上也会不错 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说 那我就是看到哪一个国家 我喜欢或是他的工作需求 是我可以升任的 我就去申请度假打工 但是没有想到说 要能够达成这个度假打工的 这个程序 或者说我可以这样子出去度假打工 外交部呢 其实在中间费了多很大的力气 这也是外交部 这几年一直在推行的一个 度假打工计划是不是 是的 我跟谢谢主持人 其实度假打工目前 我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 我们度假打工目前推行的概况 目前大概已经有全球 14个国家跟我们签署 有这种双边的安排 那么在亚洲部分 大概就是纽西兰 澳洲 日本跟韩国 那么北美地区就是加拿大 那么大部分另外 我们还有9个国家 是在欧洲的 包括德国 英国 爱尔兰 比利时跟斯洛发克 还有波兰 匈牙利 奥地利跟捷克 那这14个国家 只要都我们年轻朋友 只要在18岁到35岁之间 都可以提出申请 没有学历的限制 也没有语言能力的条件的限制 真的这么好 但是我们当然鼓励年轻朋友 能够充实一下语言能力 再出去会比较好一点 那每个国家打工的期限 规范也不太一样 如果大家有兴趣 要了解多一点的资讯 可以上我们外交部网站里面 有个青年度假打工专区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资料 比如举例来讲 澳洲跟英国是给我们两年 那么奥地利给六个月 其他的11个国家 通通是以一年为限 对这些资讯 都可以很轻易的 在我们外交部的网页上得到 其实大家现在有这个 全球有14个国家 可以选择去度假打工 这外交部在当中调和底 那还讲了很多事情 为什么这个国家愿意让我们去 那他们国家的人 是不是也可以来我们国家 可以有待多少天 那条件限制什么 都是外交部去谈出来的 是的 因为我们考虑到政府这几年 对青年的相关的议题 非常的重视 特别怎么样协助我们青年 在国际上有 具有国际的竞争力跟移动力 所以透过这样的 青年度假打工的安排 所以对我们台湾的 年轻朋友来讲 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观念 是 那所以我们想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跟安排 我们跟相关的国家 我们选择一些相对 比较进步的国家 这个工作环境比较健全 是 法令各方面医疗条件 比较良好的国家 优先推动 那所有的安排都是互惠的 所以没有这个完全是 你给我什么 我再给你什么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 一个互惠的安排 对 其实呢 因为过去 大家谈论到这个青年朋友 到国外度假打工 好像讲的 有一些讲的都很好 比如说 我去一年 我就赚了多少钱之类的 让很多还没有去的人 或是准备要去的人 心生向往 所以大家都开始计划 我也要去做这个度假打工 可是呢 大家抱持的心态是什么 有很多人可能抱持着 好像就是出国度假 那种心态 这样子就不太对了 所以对于这个青年朋友的 这个度假打工 我们应该要抱持 什么样正确的心态 出去你才不会觉得 失落啦 或是觉得 在那边这个 好像吃苦啊 才回来这样子 是 谢谢 基本上度假打工 既然是度假打工 它就是以度假为主 打工为辅的一个方式 不是反过来 不是反过来 虽然英文叫 walking holiday 但是中文是度假打工 我们就是希望 透过度假打工 这样的一个观念的建立 我们也在这里要特别强调 度假打工 是以度假打工 度假为主 打工为辅 我们希望年轻朋友 出去的时候 尽量不要增加家里的经济负担 所以出去的时候呢 能够透过这种旅游 打工 游学的方式 这种一种很好的 很有弹性的组合 能够强化你个人的 不管是充实你自己的 个人的生活的阅历也好 培养自己独立自主生活的能力也好 甚至能够结交各国的朋友 了解各国 深度了解各国的历史文化 种种方方面面的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安排 能够鼓励我们年轻人走出去 能够多了解 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台湾 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乐土 是 所以呢 这个亲眼朋友要出去之前 除了具备一个健康的心态之外 还要做哪一些准备 是的 准备的工作其实 说简单很简单 但是说复杂 其实你只要上我们外交部的网页 就可以一目了然 最重要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建立大家正确的观念 你出国之前一定要做一点功课 因为毕竟出国 你待的时间这么长 是 大概都是一年为主 每个人可以选择一年 长者一年 短者一年 长者两年 那么这段时间里面 你一定要注意到 所谓的保险问题 是 保险你出国之前 我们鼓励你一定要 一定要把国内的健保 继续保留 就继续缴钱 继续缴钱 那么这个因为 我们一般的旅行平安保险 它的cover的时间 只有六个月 一百八十天 但是你出国 通常是一年到两年 所以你中间会有一年 半年到一年左右 是没有保险的情况 那如果在国外 发生意外 事故的话 理赔 这个有关医疗方面 是非常的昂贵 我想各位在报道美的上 都看过一些 类似这样的案例 所以我们鼓励出去之前 一定国内的保险要保留 那么出去之后 你跟雇主之间签约的时候 工作契约上 一定要涵盖 对你工作职场 这段时间 一定要有 也是工作 一个伤害保险 也是要涵盖 此外呢 你在公寓的时间 你想到 别的地方去旅游 一定也要投保 适当跟足额的 这种伤害医疗保险 如果有伤害医疗保险 我们就建议你 就可以不用投保 这个海外旅行平安保险 已经包含在里头了 所以这样才能够 全方位的 全面的cover 你在国外发生 任何意外 衍生的任何的医疗 这样不会造成 家里任何 额外的这种 巨额的这种 财政的负担 可以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既然已经出国了 那我有保了 这个伤害医疗保险了 为什么我这个 国内的健保 还要保留 我一年不在台湾 对 这个就是 当然有使用者付费的 这个观念在里头 你在国外受到医疗 受到医疗的方面 你有相关的账单 你要回来申请 请健保单位 我们的中央健康保险署也好 申请理赔的时候 你就要透过保险公司 来申请理赔 所以你在国内 这个保险的东西 是要涵盖的 你才能够跟相关的 健保单位申请理赔 那我在这边 要特别提醒 就是说你在当地 就医完之后的单据 在六个月之内 一定要回到国内来申请 在六个月之内 它的下级是六个月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资讯非常的重要 特别提醒大家参考一下 是 除了这个出国之前 我们要注意的是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 准备好你正确的观念 你的这个健康保险 一定要保留之外 其实出国之后 你遇到的事情 才是更多的 因为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你发生任何事情 如果你没有好的一个联系 你可能是求助无门 所以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呢 我们会继续跟副执行长聊 有关于这个亲眼朋友 如果这个出国度假打工 在国外遇到了事情 该如何因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世界news就把 欢迎回到一刻看世界的节目 我是蔡惠岳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特别邀请到外交部公众外交协调会副执行长 同时也是外交部的副发言人 李宪章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聊现在时下最流行的话题 也就是青年朋友的度假打工问题 那这几年来呢 外交部积极的在推动度假打工的计划 也是鼓励我们年轻人 在趁着年轻的时候 能够多利用机会出去走一走 累积一些经验 那回到台湾来 你不管是在就业方面啦 或者是说你未来还有机会再深造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累积 那刚刚呢 这个副执行长也跟我们聊到了 说青年朋友呢 因为既然是叫度假打工 要以度假为主 打工为服喔 所以你不要抱持着 我出去度假打工 我就是要赚的荷包宝宝的再回来喔 现在比较难啦 以前比较有可能 对不对 那而且呢 在出国之前呢 除了这个心态要准备好之外呢 你还有一些这个保险 尤其是保险的事情喔 尤其是健保要保留 这部分呢 你应该也要具足 但是出国之后呢 其实我在国外喔 你会面临到的问题很多 就像如果我在工作当中发生意外 我在交通上面发生意外 我该怎么办 这就要请这个副执行长来跟我们 这个青年朋友做个提醒了 是的 谢谢 其实在提供 刚刚跟各位报告 应该注意的事项之前 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先跟大家报告 就是我们鼓励年轻朋友出去的时候 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观念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 七步无要的一个动作 一个观念 让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 所谓的七步 这些跟无要都是保障自我的人身安全 跟避免违犯当地法律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门槛 第一个就是不要非法打工 第二个 不要预取停留 还有不酒驾 不超速 不从事危险 或者是违法的活动 行为 那么也不收来路不明的包裹 因为这可能里面有夹带的毒品 是 那么无要是一个积极面的东西 但是也是确保自己 能够愉快快 平平安在当地 度过度假打工时间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职场的安全 要操作机器 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 一定要完全的了解跟掌握 第二个是要遵守当地的交通法规 还要构足医疗跟伤害的保险 这刚刚已经报告过了 另外还有一个出国登陆 再会叫领事事务局 出国前或出国后都可以做登陆 让我们能够有你的联络方式 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 有我们相关的代表处 或办事处的同仁 究竟能够提供必要的协助跟服务 那么最后一个无要的 其中一个要呢 就是跟家人要保持联系 不要出了门 就放风了 完全忘了家人的联系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期不无要的一个 一个基本动作 基本工作好的话 那我想就可以相当程度 保障各位在海外工作 一个愉快 安全的一个 一个度假的时光 这个青年朋友出国之后 会主动到外交部网站 登陆的这个 多不多啊 我们了解是还不够多 所以我们一直在宣导 那么跟各位报告 一个利多的消息 就是我们领务局 在过去一年两年 都有安排这种抽奖的活动 为了鼓励年轻朋友能够 那么奖品从去年的十项 大概可以今年增加到二十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么这个奖品涵盖了 这个年轻人最喜欢的 出国旅行的这个行李箱啦 或是这个3C产品啦 甚至这个充电器啦 这个无线充电的这些 所以只要你上网登陆 我们在定期都会安排 这个抽奖的活动 然后相关的得奖的名单 也会都会上网公告 其实呢 这个出国登陆 这个这些什么得奖名单啦 这些礼品啊 这都只是附加的 其实我们要请这个副执行长 跟我们说明的是 为什么出国登陆 会这么重要 因为以澳洲 我们现在目前国人 我们从民国94年 93年开始推动度假打工 计划到现在 这么多年的时间 已经有将近20万的年轻朋友 到国外各国去度假打工 那么在这个19万 多万当然当中 有16多 16万多青年朋友 是到澳洲去的 那么所以澳洲一个 这么广大的国土 是台湾的256倍 那么大城市集中在东部跟南部 西部就有一个博司 那么度假打工的场所 除了超市之外 很多是集中在农场 对 不管是牧场也好 或者是采水果的农场也好 通常都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对 离我们代表处 或离大城市都相当的距离 所以你可能在 而且你的工作是游动的 浮动的 你是一个游牧民主般的工作 可能这个农场打工完了 就换下一个 番茄采完了 换采苹果 对 所以像游牧民主一样 移动的一个工作形态 所以你一定要让家人 跟我们外交部 驻外单位 相当程度了解你的联络方式 万一有什么状况 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 不管是我们自己 同事到现场提供协助 或者说动员当地的志工团体 或者是当地的侨胞 台商 或者是慈善团体 我们都可以在最快最快的时间提供必要的协助 是 那还有刚刚我讲到这个非法打工的 因为呢 青年朋友们到了这个澳洲 像澳洲地方 叫打工 他们好像打工满多少期限 才能够申请下一年留在这个当地继续工作 所以有些人呢 就因为雇主知道了这个事情 所以就特别会走漏洞 就是要求他们要什么基欠工资 或是要求他们要这个超时工作 面对这种情形 这个青年朋友应该要怎么应用呢 是的 的确是有一些 目前有一些案例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是要提醒年轻朋友跟家长或是学校老师 特别跟有兴趣到海外从事度假打工工作的年轻朋友 特别要强调提醒的就是 如果你找工作 需要透过仲介的方式 你一定要寻找仲介是有登记有案的 合法 登记有案的仲介 那么如果说万一你面临到 这种仲介对你有可口工资 不当待遇甚至有一些骚扰的事件出现的时候 也请大家多多利用我们外交部的网站里面 有一个这个青年度假打工的这个专区里面 有一个申诉制度的一个资料 在全球14个国家这个度假打工的目的地国 我们都有提供各个国家受理这个不当待遇相关的案件 这个劳资纠纷也好 都有这样的一个申诉制度的安排 那你可以里面有很详细的资料 包括你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资料 那相关的联络电话 甚至在澳洲来讲 他还有提供华语的服务 因为那边最多青年去那边打工 那如果您上了那个网站 对申诉的东西还不够了解 你也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们外交部 或者是我们相关的驻外管处 打电话给他们 请他们提供必要的进一步的意见 那么一旦案子受 经对方的政府相关机关受理之后 我们代表处 办事处也会提供协助你 必要的时候追踪这个案子的进度 避免让他石沉大海 其实这个副执行长 才刚从英国回来 然后到了英国当地 也跟当地的这个 青年度假打工的朋友们 有了一些深入的对谈 所以您接触这个工作那么久 然后又跟了这么多青年朋友谈过之后 你觉得这些青年朋友在国外 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最多的是什么 或者是说他们觉得这个度假打工 带给他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好的 先提提看在国外 他们我去面对面的去跟我们访谈 这些青年度假打工的朋友 觉得我对他们非常感佩 就是能够在这么年轻的年纪 就愿意到国外去 怎么样去 不管是自我探索也好 开发自己的潜力潜能也好 或者是有其他的目的都没有关系 只要走出去让自己经营在那个国外的环境氛围里面 我觉得不管你当时 当下能感受到成长 我想事后你回过头去看 一定有很多的收获 那我觉得当时我访谈的印象是 在英国同这个年轻朋友给我的印象是 他们对租屋 如果需要 如果你在澳洲农场打工 你可能有雇主统一提供的住宿条件给你 你就不用担任个别租屋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到像英国这样的国家 你是在大城市工作 他的很多工作机会是在伦敦才有 那你是必要自己租房子 租房子的时候 你还是一样牵涉到租约的问题 怎么样在租约的当下 你要确保自己的权益 不要让这个房东占你的便宜 这个是租屋 另外还有一个医疗资讯的取得 非常的重要 你怎么样在第一时间 你要先了解说这个国家 我如果要就医的时候 我应该要拨什么911或什么样的电话 你要事先有一个准备 有一个了解 那如果真的再不行 你不晓得怎么办 人生地不熟 你还有一个求援的 我们外交部在任何一个国家 只要有社友代表处或大使馆的国家 我们都有24小时的吉南救助电话 只要你把那个号码带着 我们24小时接听吉南的电话 我们会提供你必要的咨询跟协助 甚至有些朋友 不晓得怎么叫救护车 我们也可以帮你叫救护车 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年轻朋友 出去之后 有些东西是要 自己要做风险评估 那有些东西是要独立的 行使你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 应该有的一些责任 那如果真的有困难 你可以随时找我们相关的住处 提供帮忙 我觉得青年朋友面临要去度假打工 有些真的年纪还很小 20岁左右 他们对于度假打工有很多的幻想 当然都是美好的幻想 既然有美好的幻想 风险评估这边就会稍微缺乏一点 所以今天这个副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 也跟我们聊到很多 所以青年朋友如果有度假打工的计划的话 你这个风险的因应该要事先就准备好 免得到了国外当地人生地不熟的 你真的会慌了手脚 所以有任何的资讯 我们就可以上外交部的网站上面 有专门青年度假打工的网站 朋友们可以上去看一下 然后关于这个七步五药 你要注意哪些事情 都可以在上面得到相关的资讯 让你在这个青年度假打工的 不管是申请或是在国外 都能够更顺畅更愉快 今天非常谢谢外交部公众 外交协调会的副执行长 李宪章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聊这么多实用 而且又非常好玩 青年度假打工的一些 应该注意的事情 谢谢李贤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一刻看世界 我们下次见 同样的歌声 同样的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